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來漢世界 今天帶來兩個靈異的話題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建議 無論你是否天不怕地不怕 什麼都不怕的無神論者 我們還是想勸你 晚餓睡覺前就不要看了 好 下面我們就開始了 這是發生於馬來西亞的另一事件 有一所位於馬來西亞烏魯安南的中央隔西爾村 原憂政府診所 建於70年代 是一所主要針對孕婦、孩童和老人家的診所 這裡的模型設備都非常齊全 衛生部之前 還加了三部先進的儀器 以方便孕婦驗血、驗血糖和做各種產前檢查 以免這些媽媽需要周居勞頓 去到五公里外沉迷腐科醫生 但自從2007年前開始頻頻傳出靈異現象 後來更變本加厲 除了醫護人員外 前來看病的病人亦受到騷擾 有正在後層的小孩說 他們看到長著療癌的老婆婆 而嚇得不停在哭 但就有一次 一名陪著媽媽覆診的小孩 在回家出現了鬼上身的狀況後 衛生局主任 善帝羅哈納醫生 就向雪州衛生署 請上了靈異報告 這份報告的內容表示 診所內 一直發生許多科學 無法解釋的不可思議事件 多次邀請巫師進行淨化和驅魔儀式 都無法驅趕這些靈體 令醫護人員和病人被困擾 這份報告 隨後露出網絡 讓該診所 受困於靈異事件的新聞見報後 曾一度被網民稱為猛鬼診所 這裏的女護士也因為害怕 不敢單獨在診所內工作 寧願守在路邊等待病人到達後 才敢走進診療室 因此 鬧鬼的傳聞也迅速傳開了 自2007年至2012年的期間 這間診所就不停有靈異事件出現 例如在2007年一名護士 因為被惡靈潛身後申請調席 2009年一名新來報到幾個月的護士 聽到奇怪的聲音和聞到怪味 在後來還看到惡靈後就被潛上了 而最可怕的就是該惡靈會以不同的身份出現 例如老婆婆、女同事或惡靈等 2012年 之前看到靈體的女護士 一直被騷擾了三年 最後還被附身 直到被調派到另一間診所 才終於擺脫到了 2013年至2016年 診所依然繼續開門 被騷擾的工作人員 在不能忍受惡靈的騷擾時 便會搬到診所外的庭內工作 直到有病人看病才拿藥走進去 2017年一名護士在診所看到一條大黑蛇 附近的居民前來一起把黑蛇打死 但女護士隨後倒地不省人事 2018年 醫護人員持續地看到惡靈在診所裡現身 一名小孩看到一位老婆婆 撫摸著自己的小孩 便叫媽媽趕快離開 也有病人聽到已經關門的診所裡 傳出說話聲 第二天問護士時才知道 裡面根本沒有人 這裏的靈異事件把醫護人員都嚇到奪門而逃 還曾因此封鎖了超過四個月 但隨著診所重開 這裏的醫護人員指出 靈體著睡更變本加厲 以下就是該醫院 一名員工派遣小組的信 他說這裏神秘現象 意味著對人員和患者的襲擊 包括過去的整整一年 我們揭盡所能阻止了這種情況 但這種情況仍然在此繼續發生 最恐怖的就是在大白天 也會因為看到診所內的東西會自動移動 沒有人的後診室 又會發出怪異的聲響 還散發著陣陣的腐屍味 一直聽到有人呼喊他們的名字 等等的怪事 另外他們身上也出現很多 疑似被撕傷的瘀痕 令到他們感到很害怕 因此晚上就睡不好了 連去廁所也感到提心吊膽 這些醫護人員也因此申請調職 寧願放棄在這裏 這麼輕鬆的工作量和免費宿舍 被調到規模更加嚴謹 或者必須要輪值夜班的醫院 除了醫護人員外 前來看病的病人也受到騷擾 也有正在後診的小孩說 他們看到長著療癌的老婆婆 而不停地大喊 雖然醫護人員 病人 和巫師 都說這裏有靈體 但就沒有任何一個調查報告 可以證明 讓大家都不知道 該怎麼做 最奇特的就是 診所周圍有宗教學校 開到凌晨3點的摩托車修理店和住宅 但就沒有聽說過 附近有人被靈體騷擾 所以乖師只是出現在診所裡 讓人白思不得其解 不僅如此 由於正在服務的醫護人員 經常被邪靈干擾 因而導致工作人員發抖 或者精神不振 調派過來的新人 也聞風不敢前來報道 有關診所 一直都處於醫護人員不足的狀態中 因此 護術衛生局 也同意將診所 採取永久性關閉的行動 雖然這間政府診所 在無法之下關閉 但是為了工作人員 和病人的身心靈著想 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無論你相信這或是不相信這些神鬼的事 但是這一個診所 所發生的靈異事件 就是真實的 好了 下面我們再來跟大家說 另外一個話題 這一個是發生在香港的靈異事件 1963年5月9日 香港工商晚報 曾報道過一宗 港大宿舍鬧鬼的事件 當時也傳出美麗兵房鬧鬼的事件 社會對鬧鬼之說 一時吵得熱紅紅 當日香港工商晚報 以 《這女有鬼》 《那女有鬼》 港大藍宿舍出現可怕女鬼 馬力兵房 百多人 憎看鬼 真的是 鬼也嚇走了 為提 言之作作 據說 港大鬧鬼之說 之前已經有傳出來 一名居於港大 而禮堂宿舍的學生 在學生會刊物中透露 某夜夢醒時 發現一個披頭想法的女鬼 從牆壁中出現 並趕她離開 女鬼說 這裏是鬼的地方 這位同學 沒有理會女鬼 但是第二天 女鬼又再次出現 並有人拍她的腳 這次她就嚇驚了 並且立即搬走 其他同學 聞說鬧鬼 好奇心驅使下 走到這個房間 並且留置深夜 但是 最後呢 真是沒有讓她們失望 她們真是突然聽到有女人嘆息的聲音 這些人 後來都不敢住在港大兒禮堂宿舍 都紛紛搬走了 兒禮堂於日治時期 被日軍佔用 據香港富豪何鴻生 在黃尖的訪問中益術 當時有不少英籍的女護士 在香港大學附近被奸殺 所以港大兒禮堂宿舍 這些女鬼 或者就是那些被冤死的護士們 好了 為了不讓大家造成視角上的驚嚇 我們還是和大家簡單地說到這裏 我們想說的是 無神論 並不是個人思想進步的標誌 也不是智慧成熟的表現 你看看美國夠發達啦 夠先進啦 夠強大吧 但是80%以上的美國人 他們都會信仰各種宗教 相信神鬼的存在 俗語說 三尺頭上有神靈 人信神 精神 遵循神的教導 生命才有希望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節目見 再見